县府农业处全面提升推动花莲的苦茶油产业 相对位于卓西乡轮山村花莲第一座苦茶油加工厂的建设 是否可以同步配合也备受关注 相公所表示目前整个厂房建筑已经建置完工 下个星期会进行验收 之后会进行内部的设施设备建置 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年年底就可以落成启用 2020年5月动工僻建的卓西乡轮山苦茶油加工厂 下周将进行工程验收 施工单位人员也在现场做最后善后清理的工作 很像有两个案子嘛 一个是设备案 一个是厂房案嘛 另外一个第二标是设备案 那个轮山加工厂经过从105年到现在 终于在这个月已经完工了 花莲首座合法苦茶油加工厂 相公所从2016年提案争取 突破许多困境以及法令限制 并获得包括了华东基金 中央以及地方资筹款共1800万元 去年5月胜利动工新建 历经11个多月的时间 目前厂房建筑主体都已完成 未来加工厂的营运规划 相公所也早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至于未来我想我们会配合我们花莲县政府 跟我们一起合作 朝我们义取的方向去做 也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经营团队来经营 这个是我们未来能够努力的方向 也希望在今年能够完成 也取得那个相关的工厂登记或者是炸油的许可 长区约5分地大小的苦茶油加工厂 灰色调的建筑外观沉稳有力 相公所也配合县政府农业处 推动花莲苦茶油产业的脚步 通步赶办内部设施设备的建制等作业 若没有问题 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落成启用 记者是玉兰瑞穗卓西采访报道